今天呢介绍一个方便的 把图片里面的文字转换成文本文件 文本文字的小软件 比如说我现在正在浏览一些 一些书籍啊或者PDF 或者说是科学文献 那么我想把这里边的一些文字 复制到其他地方 可是呢它这个复制不了 它不能复制 它其实就是一个图片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就可以 首先我用的是Windows 10 自带一个软件叫做Snipping Tool 我用这个软件呢 我就可以New 然后截屏 比如说我要把这句话 截屏 它现在呢就在我的电脑的 这个Clipboard里边 这时候我现在切换到刚才那个网站 那个工具 这个网站呢就可以把我刚才贴的这个图片转化成文字 它最方便的地方就是说你不需要再把那个图片转化成文件存在本地硬盘上 然后再上传 而是你可以直接复制 我现在 然后Ctrl V 它直接就把这个刚才的图片复制了进来 然后呢 我可以选择 语言呢 我就可以选择英文 它支持好多语言 然后格式呢 我一般就格式这个text就可以了 然后我单击process 好这时候它完成了 可以上面看一下 就这个 这时候呢就可以把它 Ctrl C Copy 那这个就是图片了 那这个就是文字了 可能有的地方还是需要稍微6个改动点 因为不是特别完美 那基本上是可以的 谢谢好 谢谢 谢谢 我们